有朋友赠送了很多零食给大狗狗们吃 尤其祖父要给那几个德木多吃点 其实我们很少喂大狗零食的 一是容易被狗咬到手 二是如果大狗因为抢食而打架的话 人是很难拉开的 尤其是鸡毛打架 那叫一个狠啊 别看着鸡毛对人特别的友好 它对狗和其他动物就特别的不友好 把吃的一次性扔出去 有的狗狗还抢不到 像这样单独一直一直喂的话 又容易咬到手 大家千万不要学压 德才都已经急不可耐了 像这样趴在笼子上面寄吃的 就显得安全多了 德才寄了吃的就躲到笼子里面去了 也正好让出位置给别人 妥妥给你一个 叫小白 小黑你下次再吃吧 圆圆你下次再吃吧没那么多了 德才进到笼子里面都不知道怎么出来了 笨笨在远处两眼只狗狗的看着跟啥的一样 我换个地方给别的狗狗也吃一点 你这么胆小肯定吃不到 皮皮你吃过了 熊熊还没有吃过吧 熊熊你可别咬到我的手啊 好了熊熊吃过了 迷你也吃过了 骨铁也吃过了 还有一点碎些给皮皮吃吧 好了这一次的零食吃完了 今天你吃饱了撑的吧 感觉熊熊中央牧羊犬大牛不要命啊 别闹打不过他的 给大家看看这些大狗做的好事 天气冷我们订了杯子 哪经得住他们这么糟啊 一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哈喽你看呢 迷你你也逃不了干系 还有大牛你肯定有份 熊熊你这造型挺别致的 还有这种碎的冻干 拌在猫粮里面猫咪特别爱吃 猫在吃东西的时候 狐狸只能躲开 猫咪可太凶了 啊女王 的 我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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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